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艘科考船不管是设计水平还是制造工艺 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东方红三 船长103米 船宽18米 排水量5800吨 续航力15000海里 自持力60天 无限航区 科考实验室总面积600平方米 配备国际最先进的船舶装备和科考装备 全船进行了减震降噪和电磁兼容设计 可开展高精度的全海深和空间一体化的海洋综合科学考察 是目前国内排水量最大 各项指标最高 空间利用率最大的科考船 另外 这艘船还获得了国际最高等级的认可证书 被赋予了一个极具希望的名字 东方红三号 这艘船将成为中国远洋科学考察的核心主力 该船采用的三维体验平台是我国首次运用 不仅可从源头保证设计的合理性 还能提前对操作维护进行检查 东方红三号采用了双双式设计 不仅具备了双轴 而且具备了双甲 全电力推进模式更是动力十足 低噪音控制指标达全球最高级别 而这一些新技术后续也会运用到003型航母身上 如水下噪声技术 电磁兼容技术等 可为后者提供便利 东方红二船1996年投入使用之间 在20多年的时间里 平均每年在航近300天 与国际上利用率最高的科学考察船并驾齐驱 成为我国海上重大科技项目和国防项目的主要承载者 新型科考船东方红三号的出现 将进一步为我国科学考察做贡献 众所周知 我国首科被送上太空的人造卫星就取名为东方红 如今这艘科考船也被命名为东方红 促进中国对它给予的希望 东方红三号成功下水 标志着中国科学考察船正式挺进世界一流行列 未来东方红三船将与东方红二船 海大号船天使一船 组成一支覆盖从近海到大洋 且全国独一无二的科考船队 可开展海洋空间从大气水体到海底 多科学全海洋要素的快速同步探测 观测与分析 实现船机与陆基数据信息网络一体化 此次推出的东方红三号 不仅震撼全世界 更为我国带来了新的海洋科学力量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小伙伴们留言讨论 订阅戎马军师 分享更多精彩军事视频 下期见